2024中台湾元宵灯会在16号开幕 加贫如潮 统计到19号短短4天的赏灯人数 就已经突破124万人次了 很多民众都在敲碗 希望可以灯会再延长 那么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宣布了 今年灯会从10天延长为13天 要加码到228假期 优美情声会主灯是由揭开序幕 水上花灯依序亮起 这时旋律也更加气势磅礴 连带让水面上的巨龙跟着苏醒 金黄色超大巨龙昂首土坚迅要夺目 底下舞者展现物力方精湛特技 也掀起全场最高潮 2024中台湾元宵灯会 2月16开幕 加贫如潮叫好又叫做 统计到19号短短4天 赏灯人数已经突破124万人次 民众敲碗看不够 市长卢秀燕听到了 市政会议上宣布延长到228 从10天延到13天 跟2月28号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结合起来 师傅也统计开春以来台中各景点 人气强强棍 7天廉价造访台中人数一共359万人 比去年同期成长一成七 为了延续走春热度 师傅在祭出台中春游记 除了灯会还包括主打在地音乐的清水浮现记 百年的东市新丁板节 以及迈入第14年的 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 师傅举办一连串节庆活动 从庆元宵到小妈祖 吸引外现实民众进到台中 人潮带来前潮 接下来就去台中 差不多 我们下期见到